2月5日,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,国际佛光会创办人西云法师在高雄园记。 12日,湖南各界人士自发来到西云法师原季前牵挂的长沙李自剑美术馆, 共同追思这位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,推动两岸交流,热心畅行社会公益,发展教育事业的宗教家。 中国知名旅美画家,李自剑美术馆馆展李自剑,此间接受了中心设计的专访, 回忆他与西云法师30多年的不解姻缘。 李自剑回忆,当时他带去了自己一些作品的画片给西云法师观看。 当西云法师看到运这张作品后,表示自己几个月前曾看到过这幅作品, 并且一直在寻找作者,因为这幅画很好展示出了人性的爱所散发出的魅力, 让他记忆深刻。 当西云法师得知李自剑在美国的困境后, 欣然提出支持他创作一百幅作品, 让其在绘画上得到充分发挥,不要被埋没。 这让李自剑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, 而且西云法师还特地将自己在美国的住处让给李自剑使用。 在之后的500个日夜里,李自剑完成了他与西云法师的约定。 其中也包括了最重要的作品,南京大屠杀,都是大使要我画的。 所以当时因为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,见证者, 所以他要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场灾难, 中国一定要强大,所以要挥护警司制作来激励国人, 也无望国词来振兴我们的民主和国家。 之后,在西云法师的支持下,李自剑带着这些作品, 开始了《人性与爱》全球巡回展览。 数十年间,这些作品去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总部进行展示, 与世界对话传播其中的大爱与寓意。 每一次回来总会向他去汇报, 跟他讲沿途的这些虚文啊,这些事情啊,这些影响啊, 但是每次都感到很欣慰。 李自剑说,2014年,西云法师知道自己想回馈社会, 建议做美术馆来推动东西方艺术交流, 传播大爱的消息后,彼时已有87岁高龄的大师不顾重感冒, 亲自来到现场为美术馆点击, 并且时刻挂住了美术馆的建设进度。 然而,两年后在李自剑美术馆落成之际, 西云法师却不幸因病失忆, 遗憾没能来到开馆现场。 经过与并魔两年的斗争, 西云法师恢复了一些记忆。 当李自剑再去台湾看望他时, 西云法师一下子就认出了李自剑。 他对我们说, 他最想来的就是来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建设以后的情景, 这是他感到最幸福的, 因为他不是一个小我的利益, 而是一个博大的心胸, 专注云云终生的情感。 这也就是我眼中的西云大师, 他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宗教家、 实现家、慈善家、教育家。